疫情延伤之际很多的民间企业挺身而出 捐助第一线防疫人员物资 在新议员谢国荣引荐之下 包括了宏伟建设、鼎立工程行等有15间在地的企业团体 共同捐赠花莲县消防局 1200件防护衣、1200个医疗口罩 还有800个防疫面罩 要和消防弟兄们齐心守护花莲乡亲的健康安全 疫情延伤之际看到许多的民间企业挺身而出 捐赠了相当多防疫物资给第一线防疫人员 近日包括了宏伟建设、鼎立工程行等15家在地企业 在先议员谢国荣引荐之下 集资购买大批的防疫物资 捐赠给花莲县消防局 宏伟建设公司董事长、庄董事长 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消防局有没有要切什么物资 我说可能就第一线的问题 就是说防护衣、口罩、附近 这是比较我们第一线的同仁 比较重要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集长 集长就马上跟我们庄董事长联系 然后今天是正宗的一次是我来签线 然后集长跟我们庄董事长 联结了花莲的14家企业的董事长 来签线这些物资 那我们第一线的同仁 没有后顧之余 这是说我们庄董事长 特别跟总经理 那个邓总经理跟黄董 特别的用心 看到最近这个疫情严重 那就跟这个庄董事长 还有就跟庄董事长 就是我们讨论说 还有几家企业 那一起来捐赠这个防护衣药口罩 还有面罩 那就是说希望这个消防人员 在这个救护的时候 可以也是可以做好自我的防护 消防局长林文睿代表受证 也很感谢来自企业的爱心 我们消防局的同仁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避免被感染 所以都是以最高级的防护 包括穿着全套的防护衣 以及国理衣 那口罩我们也带了两层 一层是N95 外面在一个 在一个那个外科手势 外科的口罩 来做安全的防护 避免被感染 所以说 除了我们的防护人员 你又回来还要做清销的动作 所以说每送一趟回来 的话就是最少四套 到消耗掉 这就是报复品 这就是有的时候 一天最多的时候 曾经到五六十件 这个我们的使用量 确实是很大 我们除了在公布我们的 买的部分 事实上是有限 有所谓 那个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我们真的是 我们台湾的爱心 民力实在是太强了 这次军政包括了宏伟建设 鼎立工程行 船咖休闲事业 鼎泰建设 东宁斯美容养生馆 建成配管材料 旭日不动产 司徒亚特契业社 潮海童民宿 东台实业 中达汽华南国境车业 银龙实业 万生商号 巡寿市日本料理 还有上玉汽车货运等 15家的在地企业 共同捐赠花莲县消防局 1200件防护衣 1200个医疗口罩 还有800个防疫面罩 要和消防弟兄 齐心来守护花莲乡亲的健康安全 据徐立琴旅会花莲市报道